今天我们来到了小米之乡 辽宁朝阳 带大家看一下 长在地里的骨子 是如何端上餐桌 变成小米粥的 这一排排被割倒的就是骨子 前面机器正在进行泼粒 我爸用手在这搓骨子 这就变黄了 把皮一搓下去就成黄的了 我爸手剪厚 两下就搓开了 拿锅头拿镰刀 是吧 这就是小米的 多黄 一个 好满 你刚才说这是什么维花 红山维花 距今已经有5000到6000多年的历史 新石器时代 这边出土过好多的玉米粥 懂得真多 春天种下一粒米 秋天收获一碎米 春中一粒米 春中一粒米粥 真的 半碗米粪就出来了 半碗米粪就出来了 五人撑不起 嗯 没有一万个吧 有一万个吧 有一万个吧 我一粒 你粒吧 你粒吧 男为粒吧 主完告诉我吧 像丧盛一样 嗯 巧不生交 看这机器还挺先进 连碎带孔枝杆放进去 就变成粒了 上面那个拔鱼 那个拔鱼 那个拔鱼 那拔鱼 那拔鱼也不行了 掌握方向 嗯 就松老军了 嗯 接下来看一下 如何把骨粒变成小米 第一步 先筛出一些大的杂质 放到这个大铁筛子上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 多幸运我有个我们 这有着命运中的神魂 常让我往远方出生 灰树叶飘转在池塘 看飞机轰的一声去远 像光阴的长浪 脚不生交让灯一亮 无人的坑道 万分钟伤破 极臣从前了 飞驰中旋转 已不见我了 远光中走来 你已深情了 身旁那么多人 可世界不声不响 最后一道工序 灌装 小米从这个大袋子流下来 然后再从这上去 再从这边流下来 称重 然后装袋封口 那边封好口 从侧面装 这一套 当个小米也挺不容易 这么多东西 看一下今天的菜系 快赶上小米宴了 这个是小米汤 小米粥 还有小米饭 阿姨在给我们打小米饭包 我爸已经吃上了 咋样吧 好吃 我爸也是第一次吃 这个是小米饭包的配菜 这个凉拌菜 还有羊汤 羊杂汤 这是我们老家的味道 哇 终于吃上了 行 阿姨 放小米饭 再一包 是吧 还放蘑菇 生菜叶子和白菜叶子都行 我来这儿又学会了 当地的小米饭的做法 你学了一点 阿姨教的 阿姨教的 抱好一点 谢谢 谢谢你 我还差了 差了 嗯 这叶子大口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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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嗯 是吧 是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